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不容他人智慧 近年来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 是岛内台独分子 在境外势力的支持和纵容下搞分裂活动 台独行进与和平稳定水火不容 要维护台海局势和地区和平安宁 就要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反对外部干涉 朝鲜和韩国都是已加入联合国的主权国家 朝鲜半岛问题和台湾问题的性质 经纬全然不同 根本不具可比性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希望韩方切实遵守 中韩建交联合公报精神 磕首一个中国原则 审慎处理台湾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